纸片中国人,澳洲假免税店套路深。旅行社免税店相互勾结。 在澳洲的商业区或者旅游圣地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免税店,这些免税店有一个共通店,几乎是全中文,中文店员,中文招牌,和机场的免税店完全不同。 来这里消费的自然也都是中国人。 随着中澳往来日益密切,如今赴澳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不断攀升。 很多留学生出到澳洲看见这些店铺的时候会觉得奇怪,当看见大批中国来的旅行团时,瞬间就明白这些地方存在的意义。 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,截至2015年11月底的前12个月内,中国赴澳游客首次突破100万人次大关。 旅游期间,见到洋货就疯狂买买买买,拖住几大箱子澳洲特产回国,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。 据报道称,这些启著中文名字的免税店和部分旅行社相互勾结。 导游只带游客进入与极有合作关系的商店。 这些商店销售的商品标价高于市场价,并且导游会极力避免旅行团成员去其他商店。 瞄准中国人,廉价商品高额出售。 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,在黄金海岸、墨尔本等很多旅游胜地,部分中国旅行社和澳大利亚当地商家形成利益链,诱导中国游客在高价商店消费,并千方百计阻拦游客货币三家。 为了调查真相,新华社记者混入旅行团进入一家名为雪梨国际免税店的商店。 图为雪梨国际免税店,视频截图。 店内有少量保健品在售卖,还有一些自称澳大利亚产的保健品和羊毛制品。 从标价上来看,这些物品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。 当看见摄影师在马路对面拍摄的时候,雪梨国际免税店内的店员变得非常警觉。 由于这些商店的主要客源为旅行团游客,店内工作人员对近来的非旅行团顾客非常警惕,一直跟在顾客身后,防止其拍照或其他对其不利的行为。 没有旅行团团顾时,雪梨国际免税店空无一人,记者暗访时手机拍摄照片。 曾经在一家免税店工作的王先生告诉记者,商店内销售的商品中,绵羊油、深海鱼油等确实是澳大利亚生产的,其成本与澳洲同类名牌产品相比低很多,售价却是名牌产品的好几倍。 不少猪如雪地靴之类的羊毛制品,真实产地是中国,却包装成澳大利亚制造,高价卖给中国游客。 被黑店抹黑,生意受损。 店家销售人员摸准了中老年游客关心自己及亲人身体健康的心理,并发现他们购买力强,不懂英语的特点,因此会向他们极力推销保健产品。 游客消费后,某些导游和领队能拿到10%至15%的回扣。 关于国内旅行社与澳洲当地商铺联合宰客仪式,雪梨唐人街的徐老板不由地抱怨道,这种情况由来已久,10年前他在当地开店时就已经存在。 旅行社和导游把游客视为商品,按人头卖给当地专门吃团的礼品店、免税店,从中攫取利润。 旅行社为避免游客货比三家,往往把购物安排在抵达某城市的最后一天,有些旅行社甚至安排游客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酒店。 游客即使在自由活动期间也不便进入其他店铺比价,自然不会知道产品的真实价格。 徐老板说,为了阻止中国游客在唐人街等地消费,有些导游甚至抵唐人街,说唐人街治安差,店铺卖假货等,极大影响了雪梨唐人街的声誉和生意。 近两三年唐人街附近有多家礼品店和免税店倒闭。 相对于徐老板愤怒的态度,记者发现中国游客倒是显得较为淡定。 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女士说,由于现在办理澳大利亚旅游签证相对容易,而自己订航班酒店太麻烦,就图省市报了购物相对少的旅行团。 王女士说,我基本没在导游指定的商店买过东西,因为是自愿购物,而且那些地方卖的东西不是大品牌,不放心。 不过团里许多游客都有买,所以导游没管我们。我们一般去附近的超市或小店逛。 图为一家免税店。 休年假出国游的孙先生认为,现在各类信息非常透明,许多商品的价格能够直接从网上查到。 他出游前已经做了相关购物攻略,对当地商品价格区间心中有数。 跟随导游进入某店铺,他能一眼判断出是否存在宰客行为。 刚退休的刘女士说,导游带他们去的店铺只有中国人,他虽然对此心存疑虑,但看到心仪的商品,价格还能够接受,他就忍不住却盼一番。 然而,如果知道自己购买的商品高于市场价,是否想过举报或投诉店家? 刘女士的回答是,听说澳大利亚违法成本很高,应该不会有假货。 如果仅仅是价格高一点,我就忍了。 毕竟这里人生的不熟的,不想惹麻烦,而且我也不知道向哪里投诉这种情况。 但如果被坑太多,我会回国进行投诉。 游客在雪梨国际免税店购物,新华社记者暗访时手机拍摄照片。 由此可见,年轻的中国游客对高价店铺有一定心理防范,且较为理性。 即使消费,他们也会选择价格低廉的小商品。 至于价格高的保健品,他们会选择当地药店和超市购买。 而中老年游客则容易被销售人员忽悠,动辄购买上千元人民币的产品,同时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。 商家宰客属于违法行为。 中国游客人数多,购买力强,似乎成了商家眼中会行走的钱包。 若是面对导游与黑心店家联合台价,阻止游客在其他店铺消费等现象,人生的不熟的中国游客该如何避免当冤大头? 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禁止商家利用误导或欺骗行为,虚假陈述,引诱性广告等让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或服务。 如果旅行社和当地商店联合台价载客的情况属实,则属于违法行为。 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第49条明令禁止推荐式销售,即禁止商业企业在市场交易过程中,以折扣,用金或其他利益为诱饵,引诱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顾客提供潜在购买者的姓名、地址等个人信息, 用以换取上述好处,且往往附加要求潜在购买者交易行为完成后,提供信息的顾客才能兑现这些利益。 所以在澳洲的游客一定要在购物时擦亮双眼,如果发现问题可以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